在全球保险市场领域内 有多种代表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机构发生的组织 美国的SFAA 以中南美地区为中心的PASA 以欧洲和欧盟为中心的ICS 再有就是亚洲地区的XIA 世界各国保险公司加入国际协会成为会员的理由是什么? 很简单,因为有利于公司发展 具体有哪方面的有利因素呢? 国际保证保险协会提供新的业务模式 可通过各国多种类企业间的交流互通 激发保证信用保险行业的火力 通过进军海外市场 为成为跨国公司打下基础 这些都是加入协会带来的积极效应 亚洲保证信用保险协会 XIA 亚洲保证信用保险协会的目标是 搭建亚洲保险公司网络 搭建会员公司兼信息共享平台 在亚洲各地期 引进保证保险制度 以及激发保证信用保险行业的火力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促使亚洲保证信用保险行业发展 扩大整体亚洲市场规模 通过会员公司业绩增长 为合作共赢打下基础 这就是设立亚洲保证保险协会的目的 协会将在亚洲地区 提供多种交流平台 通过研讨会论坛等定期会议 为会员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 通过协会将集中并与会员 共享各国市场现状 法律环境等的多种信息 搭建互助和信息共享平台 协会将在保证保险制度的引进 保证信用保险行业活力的激发上 发挥积极作用 协会将提供丰富多样的培训课程 分享保证保险的作用和运作经验 激发保证保险行业活力为目的 积极营造法律环境 通过协会和会员公司的共同努力 在银行主导的市场 普及保证保险 最终发展成为保证保险主导的市场 会员公司最终会成为各国的领头企业 保证信用保险这一新的业务模式 将成为公司新的增长动力 同时可通过企业间的交流网络和紧密合作 探索新的业务模式 如进军海外市场 协会作为代表亚洲地区保险公司 利益发生的区域共同体 主题为正在或计划运营保证保险业务的公司 和其他形式的机构 协会计划优先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16个国家招募会员公司 会费定为每年5000美元 协会以协会长为中心 由四个委员会构成 为积极应对会员公司的需求 完善会员公司管理制度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协会组织的规模 亚洲保证信用保险协会 在11月28日召开协会创立大会 并将于2020年正式成立 相比其他国际协会 Xia希望搭建会员公司之间 更加紧密的交流合作平台 当我们携手共进 将变得更强大 希望各位积极关注和参与 亚洲保证信用保险协会的各项工作